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肠 降解肠 还有胰壮解肠 到左下腹的时候会有直肠 还有妇科的女性的腹架 树卵管 卵巢 所以说这些部位任何器官发生的病变 都会引起女性左腹的一个疼痛 对于我们妇科来说 常见的引起左下腹疼痛的原因有 比如说左侧的盆腔炎症 左侧的输卵管的一些病变 输卵管的肿瘤啊 输卵管的一个一位妊娠啊 还有卵巢的一个病变 卵巢肿瘤 尤其是发生卵巢肿瘤地扭转的时候 会引起突然的一个左下腹的一个急性的一个疼痛 这些都可以引起女性左下腹的一个疼痛 另外还有现在发生越来越多的盆腔子宫内膜移位症 也就是平常我们说的卵巢的巧克力囊肿 盆腔的一个子宫内膜移位症 所有的这些女性的左侧的一些病变 都可以引起女性左下腹的一个疼痛 首先最好的方法是 就诊于妇科门诊 由专科医生进行一个全面的妇科检查 必要是加做一个妇科的一个B超 有条件的话可以再进一步的检查 做盆腔的CT啊核磁啊 就可以明确诊断了 如果怀疑是这个疼痛是来源于女性肿瘤的话 还要查一个肿瘤标志物 怀疑是由炎症引起的 和查炎症相关的一些化验 比如说血肠硅啊 C反原蛋白啊 胺概素炎啊 这些都是到医院检查的一些项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